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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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运动要达到的目标 应该是要让受伤的人得到抚慰 让加害的人能够得到审罚 制度应该持续的改革成为所有人的后盾 我希望我的退选能够让这场性贫运动不再受到其他政治口水攻防的干扰 也希望整个社会能够聚焦在未来的制度改革 以及我们如何能够达成一个更平权 更互相尊重的社会 最后 2024年的这场大选对讨案至关重要 虽然我必须先退出这场立委的选战 但我要再一次感谢这段时间给予我支持 以及所有期待的朋友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经历过这波运动之后 得到更深的省思 共同努力 走向一个更好的台湾